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散户的守护者 股市丰盛 丰盛老师 各位全国的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礼拜一 今天台湾股市的大盘 是不是会让你 从严 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校园 从线 如果没有的话 那再等等 因为我知道 你一定会嫌 涨不够多 期不够多 所以你找不出来 最好是每天涨1000点 然后后面大概 1万点的行情 涨10点就结束了 各位应该这样吗 我看不是吧 我相信所有的一个动作 包括股市 也是大自然中的一环 你可以从道德经的第15章 就从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 很多的一个情况 包括人事的一个事物 包括股市的一个循环 也一样 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个什么 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所以说你可以从在上礼拜 甚至于上上礼拜 连续10天里面 大概只有两天涨而已 但是这两天涨而已 丰盛 每天都静静夜夜的 我跟你实实在在的解盘 我不是在跟你讲说 这支股票又涨停板 你们要快去买 后一支股票又要涨停板 你们也要快去买 各位不是吧 我相信从12月1号开播到现阶段 包括上礼拜 一些高手出现了 一些高手啊 都是长辈 都是六七十岁的一个长辈 大概都不会打到同业去啊 但是在上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啊 这三天的时间都已经打电话进来 品封大中华投顾啊 要跟丰盛适拾一下 因为他知道丰盛这边有真功夫啊 我也非常高兴哦 所谓华山论件起码急速要一样 起码丰盛在超什么盘 我跟你抓外资的阴谋 你要听得懂啊 不然的话 你就跟着我们跟你讲 买哪只股票赚钱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想学功夫 想切磋的话 我也非常乐意哦 丰盛已经跟你讲 后面还有一个升息这一关啊 丰盛的硕士论文正好是写 台湾地区股债市 利率变动对股债市的联动分析啊 这个硕士论文啊 最近也被一个德国的出版商向重 想要帮丰盛出版这个书啊 我也在考虑当中啊 所以后面包括美国升息 包括如果台湾联动升息的话 你也不要去做错误的研判 有蔡老师在这里 散户守护者在这里 你一切都安啊 就如同这个大盘一样 各位 今天的盘是涨了74点做收 最高点涨到106点 收盘收76点 直接开高震荡给你走高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你应该起码觉得说 哇 真的如散户守护者 蔡老师讲的一样 13天变盘 上礼拜四大雪 节气变盘 上礼拜五收敛 今天马上一根中红出现 各位是不是来 上礼拜四12月7号 我当时就跟你讲 2017年的第一场雪 是不是比2016年来的更晚一些 因为今年啊 论六月嘛 13个月嘛 然后呢 然后在礼拜五出现了变盘线 今天直接跳空往上带 那我在那边跟各位讲 这一切都在我的预算当中 你看我的盘啊 你看丰盛啊 每天的电视都知道 那后续因为今天量不够 今天只有1164亿 后续扩量形成关键 好了 那我问各位 今天为什么跳空开高 今天为什么跳空开高啊 各位啊 丰盛一折以喜一折以忧啊 我怕你又搞不清楚 人家怎么去运作这个盘 这个台股庄家的秘密哦 其实很深啊 应该可以讲说 应该算是everything 很多的秘密在里面 但是也可以讲那行啊 也不算什么啦 因为丰盛一语就到破 一语就到破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讲 关键在哪里 跳空的原因在哪里 各位 睁大你的眼睛看到 全市场也只有我在解红海 2317的红海 因为今天红海直接跳空啊 开高啊 最高冲到97块3 尾盘收在96 涨了2块4做收 红海这一档啊 个股几乎啊 算是这前面两个礼拜的上加之权 你不管拿到什么消息 通通在骂红海 包括有一些老字号 所谓的大师 所谓的名师啊 骂红海骂得可凶啊 凶到之前啊 有人啊 因为他推荐红海买进的气炸了 气炸了 所以说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讲 我都看在眼里啊 全市场这一波包括姐台积电姐 红海啊 把这个大盘撑住的 我也不用啊 在这边啊 自吹自擂了 你们自己去看重播就好了 因为本节目不重播嘛 要是像丰盛 以往在其他的财经来 我都会重播给你看 但是我知道你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我们继续把有限的时间 做最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挥洒 让你能够收获更多啊 各位 今天12月11号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卖在上礼拜五的92块半 正好被我们买走嘛 你今天最高来到97块3 4块8 将近5块钱 那你不是心灵雪了吗 阴心肝 到底是谁害我 卖掉红海的 到底是哪一篇报道 我相信 99%的报道 全部都是讲红海的不好的东西 只有丰盛站出来 我跟你揭开 你小心啊 这是外资的一个什么 外资的阴谋啊 而且外资这个阴谋很可恶 因为他是真阴谋啊 你不能讲说他真小的 因为有的人比较哈日哈美哈寒 哈很多嘛 对不对 他这个是真阴谋啊 他这个真阴谋 害的就是要害你 把你手上的持股啊 红海的持股把它卖掉啊 各位啊 我上礼拜五跟你讲什么 106年12月8号礼拜五 92.692.8买进 各位红海 全市场也只有我敢买啊 你不用看了啊 老师既然啊 叫做散户守护者 我就会帮散户发言啊 全市场 唯一买到红海 就只有我的家族成员 包括有打电话进来 不知盲目所措的 我们都会叫你 hold hold 你不要乱卖 你今天都很感谢我啊 我很高兴啊 我告诉你 未来的路还要走下去啊 股票是一个投资理财的 很好赚钱的地方啊 不是说你今天觉得盘好 你才做股票 你盘不好 你就不做股票 政府叫你去做一个当充 你就好 那去做当充 那是要先卖还是先买 各位啊 都没讲清楚啊 你一定要有方向 一定要有正确赚钱的方向 你才能 好好地利用这一些所谓的什么 这一些金融市场的工具 各位 礼拜五的红海 被我们买掉之后 直接冲到943嘛 各位是不是 我当时就跟你讲 红海其实我认为93块 就很值得买了 结果礼拜五竟然还给你杀破93块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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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丰盛挂926又给我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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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对我们真好 对我全国的家族成员真好 各位 我就跟你揭开上礼拜 有跟你揭开这个阴谋 我说JP Morgan 看外红海给你调降90块 什么时候 12月4号 然后12月4号 这个富乖里这种大型肌肉股 富乖里都已经13.5% 他给你出去这个报告 然后连续两天出现将近10万张 两天卖了21万张的红海 我相信或多或少 有很多没看到丰盛节目的散物投资朋友 因此错杀 因为今天就有很多电话打来 老师啊 我朋友叫我看你啊 一言心帮的节目 说全市场只有你啊 在支撑红海这个股价 严重了 不是我市场自有机制 我只不过事先来帮你点名 事实证明我的研判 好像对你是有帮助的 这样就好了 我也希望各位你要看清楚啊 什么叫做阴谋 谈笑间啊 外资的阴谋啊 整个败肉啊 各位 调降平等后连续三日外资买超 我跟你讲 摩根斯特尼可以这样做吗 叫人家卖股票 然后自己券商再买 可以这样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全台湾的券商 包括投信投顾都来玩这一招就好了吗 我去找一些中小型股 然后我会员买完之后 我就哇 现在一百块 我就说我我预估啊 目标价应该一千块 哇那明天不是跳空涨停的 可以这样子吗 各位啊 华尔街的阴谋 很可恶啊 你的筹码就是在股价在做调整时 被廉价的收走 被廉价的抢走 你今天又看到看到这个写实的一个事情 各位 我不仅从技术面啊 还有跳空缺口啊 还有从所谓的一个什么 还有从很多的一个层面来跟你讲 红海线阶段就是买点 丰盛在社会上 包括社团啊 福伦社很多大哥啊 也都打电话进来 我都叫他们来做买进 今天也全部都来啊 感谢我 为什么因为这种大型肌肉股 很少见啊 人家说以前啊 国民党卖党产是百年一遇 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 各位是不是 搞不好这个是好几年一遇啊 包括台积链连续四天给你三个缺口 这个几乎后面不会出现啊 我还跟你讲 苹果的一个股价 根本就没有修正到什么 你们今天因为红海在点 你们就说这个苹果害的苹果害的 那你看看今天的一个报纸来 各位礼拜六的报纸 五千六百九十六亿 红海营收标新高 红海营收标新高 为什么标新高 因为法人看好 iphone x 拉获效应 营续到什么 下一季 我问各位 你现在是不是错愕 你现在是不是脑筋打结了 你现在突然间一定会觉得 哇 那我如果不看蔡老师的节目 我不晓得市场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各位那就对了啦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啦 股市这个套路就是人家在玩你嘛 那不让散户输钱 那他这一些主力怎么赚钱 股市套路深早点回农村 这是我从开播第一天12月1号我就跟你讲了嘛 我没有再害你啊 我既然跟你讲散户的守护者 我就希望你不要做错误的一个动作 就像我跟你讲台股庄家的一个秘密这么深 你一定要专业你一定要专业才能正面迎战 你唯有让专业的来啊 你才能够怎样才能够把钱赚回来啊 你才能够怎样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啊 才能够改变你投资的坏习惯 我今天跟你开场做红海 不代表我们上礼拜四礼拜五 我们不带会员买股票 各位我这个啊 兵法不敢说很熟啊 但是起码做你的参谋绰绰有余啊 上礼拜四礼拜五我们带会员做什么股票 各位我们买进的是奇邦啊 我们买进的是6147的奇邦啊 各位 净突快的产能又是全球第一啊 不是第一我不要啊 我们买进的是靠近季线 还在季线之上的奇邦市场最强的 今天直接拉到59块2做收啊 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手法 这就是散户的守护者 蔡老师的操作手法 我们今天既然知道要大涨了 我们还做什么事来各位 我们今天另外再找到一档啊 红海的金基姆啊 定价69块5以下买进 都买到692到693各位 过了12点开始拉台 从60几块买进尾盘给你收70几块 这一档个股是什么 红海集团的小金基 全球第二大的印刷电路板 主要客户也是Apple也是华为 营收连续三个月创历史新高 今天啊 站回季线 站回季线各位 这个套路深不深 这个套路深不深 你如果还不知道 要有专业才能赚到钱的话 你只是一边去开户 你就想要找好股票去买进 那你也要找到好股票啊 不然的话 丰盛也跟你讲 我盘中也有电视啊 我盘中封台股啊 盘中的影音啊 我也怕你们做错方向啊 我说不管是play商店 App Store 你一见入封台股 你都可以看到蔡老师啊 不见得每天晚上才看到啊 你都可以看到蔡老师啊 盘中的影音解盘啊 这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我叫散户的守护者 因为在光明中 你黑暗中的一切问题 本来就不存在 选好股 你的结果只会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不会有不赚钱的道理 我们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稍后回到现场 好了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各位苏隆坡的诗啊 最近丰盛啊 都在节目上用哦 包括一言新邦 包括一言新邦 像之前台积电跟大盘 我就跟你讲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帘 我今天我又借一下苏东坡 另一首诗叫念奴交啊 的后半段一个关键字叫做什么 谭笑间啊 你的问题应该都被丰盛 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其实原词应该叫做 谭笑间啊 强乳灰飞烟灭 那丰盛把强乳换成外资的话 那就不行了 不可以啊 所以说丰盛才会跟各位讲 其实做股票可以很轻松啊 你可以很轻松很自在 为什么因为你高度够的话 你看人家在做什么事就很清楚嘛 因为他不管装什么神秘 你就知道那是害人的 你就不会去碰了嘛 你就不会啊 这个消息害人的 我这消息要让你杀低 我这个消息要让你追高 这不就得了吗 各位啊 就像我跟你讲的嘛 高度高度高度 只在日本 你一定认为富士山全世界最高的山 当你来到台湾 你才知道 台湾玉山3952公尺还比较高 可是如果你没有到西藏啊 喜马拉雅山啊 圣母峰 你不知道 其实最高的山是圣母峰 这就是高度嘛 那你在股市里面的高度 你要怎么养成要靠专业来养成嘛 专业养成你的学习的态度嘛 那你学习的态度就可以养成你的高度嘛 那你高度你在看人家下什么棋 你就可以事先知道哦 这个后面可能有几个棋步 那他后面第二步棋 第三步棋大概都算得出来 各位不就得了吗 所以我就跟你讲今天大盘涨 嗯啊不是上礼拜五我就跟你讲了嘛 你不用去看美盘 你也通通不用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今天红海涨意外吗 根本就不例外嘛 但是别的老师意外 为什么 因为别的老师一直都在踹落水狗嘛 因为有的老师就这样追高就去追高 然后杀低就去杀低 然后现金乱第一天转折 他不知道 他就讲哎 没有那是假反弹 那是烂股票那一支根本都不会赚 各位是不是 对你有帮助吗 谭笑间外资计谋灰飞湮灭 你可以看到赤壁之战了 就像我刚刚借苏通波的诗一样啊 赤壁之战不是只是要黄盖做一个什么 一个苦肉计而已啊 你后面还有陆战 你要趁火打劫嘛 赤壁之战不是在放火的吗 各位啊 所以你有没有去趁火打劫 好股票你不赶快趁低点买你什么时候买 你不趁大盘非理性的灌杀的时候你去买 你什么时候能够赚到超额利润 所以我带领全国的会员朋友我们去做奇邦嘛 各位啊 我们去做奇邦嘛 那今天都已经知道这个盘卖要慢慢减轻了 除了台积电之外 因为台积电还有人在偷卖哦 这我都抓得出来 不肩开人家的牢底了啦 明天因为现在又在报 特斯拉对台积电晶片的利多 那些卖的后面可能要加倍奉还啦 加倍买上去嘛 所以说迷途知返是好事啦 今天既然知道要震荡走高 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敲一档好的股票 这都是丰盛带领会员朋友 再度现买现赚哦 今天的今天的动作六十几块买 给我收高到七十几块哦 各位 鸿海集团的小金基全球第二大PCB 主要客户营收每个月都灌单哦 各位啊 今天直接带量直接过季线哦 大盘还在屁屁串哦 各位 那你想要看的我也免费送给你的嘛 免费过你一档的哪有差啦 我会怕你台积电给我买一千张 涨不上去啊 不会吧 我会怕你给我偷买华航买一万张 涨不上去啊 不会吧 我会怕你买鸿海今天的一个涨幅收 收链吗 不会吧 各位啊 临兵斗者皆正列在前 高度高度高度 台积电今天最高也来到229 大盘回升或反弹的关键角色就在这里啊 今天量缩到两万张 偷卖的你在怎么卖你也卖不掉啦 量缩了稳定了嘛 那全市场也只有丰盛在讲台积电跟鸿海啊 那散户都是朋友 如果你连这两档你不敢买的话 我也不知道要介绍什么股票给你买 该问呢 最有信用 然后又不会让你每年配股配息啊 又会失望 对不对 所以说台积电我就跟你讲 上礼拜四忍入负重已经初步胜利了 上礼拜四最低刹到222.5 我说这叫止跌K线 丰盛以后啊 再利用24分钟时间 我再花两分钟来做一个小单元 因为丰盛在十几年前 我的K线的书早就已经付出印刷了 我看感觉有没有 我给你加一下啊 各位知道吗 所以说这些K线的东西有它的意义 但是你也要全方面啊 来占卓这个大盘啊 才有效 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像台积电今天有没有出现 你看一下上礼拜五讲什么 路行之跟我看的一样 只不过晚丰盛七天 我12月1号看好台积电嘛 他12月8号晚我七天嘛 那台积电又报利多明天还有利多啦 各位啊 礼拜六台积电大吃苹果 啊不是说好那是 那是白雪通白雪公主那一集的巫婆的什么 毒苹果吗 怎么台积电吃苹果营收还会攀赤膏 陰谋啊套路嘛 股市就是这种套路嘛 各位2610的华航 12月1号带你你买进买进买进买 各位啊 你看这个大盘再怎么冲 再怎么杀一天到晚再杀 我的华航是不是一样 飞在蓝天上 我就跟你讲月线收敛即将表态之前 赚这一段四十几%我就不跟你讲了 因为我很讨厌讲死的东西啊 蜂盛喜欢讲活的啊 我要说外盘 未来盘 这是蜂盛的风格 我从17年前在非凡解盘 我就这样 你如果叫我一天到晚 要讲这支大盘 这支高楼掌停板 后一支掌停 你们快来啊 我讲不出来 因为讲到好像是废话 一个人有灵性嘛 怎么可以像一个插头啊 那似的这样 丰盛不做这种盘 所以我以前我在盘中 我都在解散户的call in 我就是散户的守护者啊 各位啊 今天的华航来到12.05 有没有出量 15000多张 上礼拜我就跟你讲要变盘了 今天变盘 那既然变盘向上的话 接下来要怎么办 你该不会看不懂吧 既然变盘向上的话 接下来要怎么办 11块多的华航 我介绍给你 历经了两个礼拜 大盘跌了600点 他毅力不咬 他今天给你占上12.05 不懂的赶快来找我 3008的大立光 我也知道 这散户可能买不起 但是我要跟你讲 大立光止跌讯号 我不讲我也觉得怪怪的 好像不土不快啊 各位啊 今天大立光是不是一样往上涨 来各位 今天的一个大立光 4465 是不是短线上一样三日不破前提 技术面短底成立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其实很多的用情况 我们有时候每天利用24分钟的时间 我不够了我不够讲 所以包括我像上礼拜五六日 我讲的东西外资的阴谋 很多高手出现 打电话来要跟丰盛认识 还有丰盛以前的老会员 也说老师回来要来队 不过老师有点不一样 各位什么不一样 蔡老师跟十几年前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老师变比较胖 各位啊 我就是蔡丰盛老师啊 没有错啦 就是我股市丰盛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在光明中你黑暗中的一切问题 本来就不存在 你只要回复到我跟你讲的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啊 散户你只要这样就好 选好股好选股 股选好 你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大盘出现什么样的讯息 我在节目上我会跟你讲 选好股你的结果 只会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啊 你不会有不赚钱的道理啊 包括丰盛跟你说的 我盘中的一个什么 盘中的丰台股 我都有帮全国的投资朋友 盘中的哦 你也可以不用不用钱的 就可以看到老师盘中在跟你解盘哦 我都希望各位好好的一个把握 丰盛全天候的一个服务 有问题赶快打电话进来 祝各位操盘顺利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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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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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